中共残酷抓捕维权律师引发海外大力塌伐 最新统计受害人数已经上升到236人 对于官媒大动作称北京律师周世锋已经认罪 律师家属决定以报导失实提起控告 中共红十媒体新华网7月18号报导称 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的9名律师周世锋 王宇 李和平 谢燕毅 谢阳 隋木青 刘建军 黄丽群 谢远东 以及数名助理及相关人士已经被当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报导指控上述人员适与访民相互勾连 姿势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 并宣称律师所负责人周世锋已经认罪忏悔 对此 中国民间和律师界表示 即使所有被捕的人都认罪了 都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何况王宇 王全璋 隋木青等绝大多数的律师都没有出现在央视的镜头前 因为他们被绑架好多天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关在哪里 也不通知家属 然后又不让律师会见 所以他们整中又被非社会绑架 但这些非法的审讯复刑 百分年前的时候甚至拿女家属老人进行威胁的时候 会有妥协 这很正常 你想一想当年文革的时候 刘少奇 宗德怀不都一样低头吗 中共官媒未经审判先定罪的做法 也再一次受到舆论的广泛谴责 在中共710抓捕律师事件中被强迫失踪的谢燕毅律师 据官媒证实也在警方的拘捕名单上 他的妻子袁珊珊在看了新华网的报道后 愤然控告新华网及杨少公 诸国亮等六名记者 报道歪曲事实真相 严重打破了媒体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底线 新华网记者张天宇 彩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